我再次的感谢在俄罗斯的朋友们 还有给我们提供这个信息的所有朋友们 你们提供的信息 我相信经过一年后 被验证后 我相信会拯救很多人 我相信很多国家情报机关 和国家军事机关 相关国家得到验证后 将有助于防范普京最后的疯狂 同时制定 普京和习近平本人 这次见面后 普京已经和习近平本人交流了 关于他病情的这个整个情况 而且普京明确告诉了习 说他的病是没有问题的 坚持几年没问题 但是我相信习近平本人已经知道 他十日不多 我相信习近平先生本人 正在安排朴王后的后事 这会加速习近平在中国国内 加强独裁统治 加强社会维稳 加快攻打台湾 而且我深信 很快中共就跟俄罗斯会出现裂痕 这种裂痕会加速中国内部的隔离清零 社会这种所有给习近平和共产 带来的各种挑战 他们唯一的手段就是统治压迫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近期内会有更苦更可怕的日子 但是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希望所有的同胞们 你们能活到阳光出来的那一刻 不要死亡在黑暗里 世界我认为这次是巨变 同时也因为有上帝正义之手 会把普京和习近平和共产党 和俄罗斯这些 所有的这些道国组织 彻底残除 还世界一个公平 还世界一个和平 一切都已经开始 谢谢兄弟姐妹们 感谢兄弟姐妹们